針對現在這個國民黨的一些爭議事件 我們來趕快來聽一下張映荃最新說法 重新召開會議來討論 這件事情 我反對 把 張亞中的事情呢 送這個考計會 選間 小組或者選間委員會的會議要處理的應該是選務 而不是有關於考計的事情 所以對於 昨天這樣子的會議結果 我們相當的錯愕跟遺憾 也要求應該要重新召開會議來討論 我今天 就會正式把這樣的提案 送給這個 主發會轉給 我們的選間委員會 那明天 會是選間委員會每個禮拜三正式召開的會議 我們要求應該要 重新討論 對於昨天的 臨時的選間 會議的結論 我們表達反對的立場 其實黨內民主啊 應該是打開天窗說亮話 開大門走大陸 這也是為什麼要辦理辯論的原因嘛 大家對於 任何一個候選人有什麼樣子的疑問 問題 我覺得大家可以拿到檯面上公開的質疑 那所有的候選人就是應該要被公開的檢驗 那候選人本人 就應該要非常坦然坦率地來回答每一個 不管是選民或黨員所提出來的問題 這才是所謂的黨內民主 在經過這樣子的 討論跟辯論之後 我相信我們黨員有智慧 去選擇一個 現階段最適合來 帶領國民黨的黨主席 請問他有沒有認為說 這個世界非常魚翁得利 我想我不是魚翁得利 我還很擔心被害 這個莫名其妙 把鍋甩到我這邊來 因為不管是張小宗的事件 或者是五百萬的支票的事件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不對 那張小宗對於 朱市長的一些質疑 也不甘我的事啊 那為什麼這樣子的會議的結論 連我的選 選監委員 我所派任的選監委員 他都沒有被通知到 各位可以去問陳明義議員 我看到昨天也發了臉書非常憤怒的表示 他個人沒有被通知 如果他被通知他會去出席 而且他會表達反對 這是我們很清楚的立場 所以請有心人士 不要再 捕風捉影 也 不要 用所謂的陰謀論 來把這個責任轉嫁到 我本人身上 我在這邊再次的誠心 我們開大門 走大陸 大家有問題就是公開辯論 我絕對支持公開辯論 公開討論 大家都不用逃避 每一個人所提出來的質疑跟疑問 國民黨需要有這樣子的胸襟跟態度 大氣一點 真的要大氣一點 接受大家的質疑 然後 坦然坦率的回答所有的質疑跟問題 我覺得這樣國民黨才能夠讓人家看得起來 不要再走回過去的那一種老文化 那種算計的文化 宮廷的文化 讓人家討厭而已 好 繼續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國民黨 主席候選人張亞中 他其實在中常會上 冤秀出了三張本票 聲稱說這是當年 前主席洪秀柱呢 要他去海外募款的 但沒有想到呢 被洪秀柱就發文說 你現在是在消費我嗎 這個消費說 不過 張亞中說其實他做這個動作是為了要證明 自己有募款的能力而已 對外界質疑說 本票上面怎麼會有圖改啦 他就反擊說 自己並沒有圖圖改改 而是當年黨部拿給他的時候 就長這個樣子 第一個當然是我主動所提出來的 因為我是關心黨工嘛 我就等於說把我所有的人脈跟資源 貢獻給中國國民黨 那我當然是跟主席所提出以後 他們同意以後 我才會去做這個事情嘛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對我當時來講 黨中央給了我的三張 上面有圖章 有中國國民黨的圖章 也有紅袖的圖章 對我來講 這就是一個很有利的證明 或者是一個憑證嘛 那我還特別 自己花了機票 飛過去 這表示慎重 對不對 就是把原件帶過去 對方也看了以後 他也暫時就收下來了 而且基本上已經開始要進行 所謂的 將來必要收捐款的一個工作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我覺得 應該是一個有效的一個憑證 不是我圖改他 我怎麼會圖改 那你就問這個你問邱大展先生 我對那三張支票 我沒有改任何的文字 我也沒有加任何的文字 所有裡面的東西都是原原本本的 是黨的所有的文字在上面 黨部給我什麼東西 我就帶過去 好不好 我當時沒有去 也許是沒有去留意他們有沒有圖改 還有沒有蓋章 可是這是邱大展 聲稱簽字交給我的東西 對我來講 黨部交給我的東西 我就帶去 而且黨部也知道這個事情 是要去向別人借款所用的 也許在黨部立場說 它是一個憑證 那也很好啊 因為這個關鍵在於說 我今天有我的朋友 願意捐500萬金的美金過來 而我們黨部又給他一個憑證 也換句話說 即使將來你要再捐過來的時候 我再給你另外一張本票 我覺得這都是無上大雅的事情